杨颖被巴曾在日本陪酒陪睡,爆出鲜为人知的秘密。 近日,有消息爆出,湖南卫视新巨围Baby开出两个多亿的片酬。 这数字,不仅把范冰冰这样的一线女星比了下去,哪怕黄金时期的成龙和李连杰,片酬都没那么高。 即使在好莱坞全盛时期,成龙和李连杰作为中国名片,也仅拿不到八千万片酬,小编不禁要问,黑历史堆起来比人都高得洋影,真的担得起这个钱。 众所周知,刚出道时的Angela Baby并不是最出众的那个,但因为外形不错,加上娴熟的手段一步步爬到了今天的位置。 众所周知,AB先是靠和陈伟婷的练行出道,再利用完陈伟婷的热度后果断抛弃,又搭上了黄晓明这娱乐圈隐姓富豪,在黄老板的杂剧资历胖下进入电影圈,又急着跑难的大火圈粉无数。 当年疯传之爱的纹身的照片,就是AB自己放出来炒作的,至于真相如何,只能见人见智。 但很少人知道的是,在消费陈伟婷,搭上黄教授前,AB当年在日本发展的时候,曾在日本夜店被开到和不少日本男人亲密灌酒,夜店开完后彻夜不归。 照片中的他先后与数位日本男人亲密互动,更被日本人猛灌酒。 要是被强迫的话,小编同情你,可Angela baby你这一脸享受的样子,赚住中国人的钱,去给日本人当陪酒,对得起国内观众对你的喜爱吗?